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门大家好 感谢观看司法达书人带来的DOTA2比赛解说 那终于是来到了今天的这一轮比赛的最后一场啊 StylerA联赛那么Sry联赛第三赛季的一场比赛IG对战老干爹的比赛 那么提前预告一下 因为今天已经是4号了 已经是4号了 那么明天啊 明天是5号 我好像在说废话 好像在说废话 那个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吧 因为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轮了 虽然不知道打几场 那么明天的比赛呢 是两场两轮比赛 一个是VGGO对战CDC的比赛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 则是这个 IGV好像是IGV对战 好像是IGV去对战这个老干爹和IG的这个胜者啊 应该是对战这两支队伍的一个胜者 现在他这个比赛 因为现在在网上啊 因为在现在在网上 我现在不太好找这个对战表啊 确实是 确实是 明天是两场 明天是两场 然后他是这个半决赛 半决赛 IGV对战这个这一轮比 这一轮比赛的胜者 然后VGGO那边已经是决出来 是打CDC CDC在这个八强啊 在八强的比赛当中呢 是2比1战胜了CG 那么在下一轮在半决赛上面还是打BO3啊 BO3去对战这个VGGO IGV在刚才的比赛当中 刚刚给大家结束做完了 2比0是战胜FTDA 但是那两场比赛 其实IGV打的挺悬的 那么他们将去迎战IG和老干爹的一个胜者 那么也就是这一轮比赛 现在给大家做的一场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IG刚一上来是搬掉了一个蚂蚁 搬掉了一个大鱼 老干爹则是搬掉了一个听格和一个小狗 那么还是比较针对对方的这个机枪兵 不过机枪兵最近好像英雄池有一点点进步啊 有点点进步 选人方面IG是一手抢了一个蝙蝠 给XXS去打蝙蝠 然后再 第二手是拿了一个蓝胖子 老干爹则继续去给这个 happy together 去拿了一个发条 这个好像应该就是激星 应该是激星 我记得激星好像用过这个ID 在第二手是拿了一个萨尔 这样的话 老干爹的这个阵容应该还是偏向于一个在前期进行这种小规模的战斗的一个阵容 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版本小规模的团战一般都会演变成五规五的团战 所以这个后切入的人是谁很关键 老干爹这个阵容如果说后排去配这个后切入的大哥的话 水人和蓝猫这种人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对方蝙蝠第一波技能放完了以后 然后蓝猫和水人的这个切入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剑胜的这个切入稍显乏力 就是他牵起以后必须一个大招能够决定性的弄死一个人 但是他这个大招又有一个不确定性 如果对方的这个阵容阵形保持的比较好的话 这个大招可能杀不死人 像蓝猫和这个水人 这种就是我可以直接冲到战场中间 然后去对对方重点点位形成击杀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我看着老干爹后续的这个大招去补什么 IG的这个阵容就比较好补了 IG这个前两手万能的一个三后卫 这个蝙蝠 万能的一个蓝胖子 这个确实后边比较好配 就是他可以去配一些缺攻速的一些人 缺攻速 但是本身的输出 本身输出比较好的 缺攻速的这种点 其实蓝胖子配虚空很厉害 但是在比赛当中好像没见过 没见过这个 没见过这种打法 没有人去开发 虚空这个英雄现在打一号位其实挺强的 由于这个支配这个装备的一个属性改变 其实现在虚空 你想虚空出一个假腿 出一个支配 他的这个攻速可以提升50多点 然后如果再加上一个蓝胖子的嗜血 这个虚空在前期去击杀对方的人非常非常的轻松 而且支配这个道具他现在本身提供一个虚空非常需要的属性 就是续航 以前的虚空就是早期版本的虚空 他最早是出狂战的这个英雄 后来逐渐演变成去出气品 但是不管他出哪个 包括他出封脸 不管出哪个装备 其实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一个续航能力 哎呦坏了 IG这个拿人好坏啊 IG选择在第三次的时候搬掉小鱼 然后呢搬了一个火枪 搬掉火枪以后 老干爹这边做的反应是选择搬了一个赏金 搬掉剑尖以后选择是搬了一个赏金 结果IG在第三手掏了一个露娜出来 这样的话我还具备一个打独狗露娜的体系 就算我不打独狗露娜 我还可以在第四手去补上一个类似于像VS等等这类的酱油 蚂蚁现在是他们自己给搬掉了 激阳兵最近的英池其实还是表现的不错 就是他的中单 虽然说以前咱们在看他的比赛这个Tinker是他的一个长处 他打得很好的一个点 嗯 但是呢 这个一旦拿不到Tinker 激阳兵的这个战斗力就会迅速下滑 不过从最近的这个比赛来看 有的时候一个选手他的短板 就是在一段时间里的短板往往会成为他日后最强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这个地方短你才会练 你才会主要主动去练 而且当你一旦练起来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就不知道到底该什么时候停 所以就会变得你这个原来这个短板比其他原本的长处还要长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这个老干尼这个第三手拿人感觉有点被迫拿的这个小强 你从他们选人的这个时间 时间上就能够感觉出来 他这手拿人其实有点被迫 讲到一个说 在有萨尔的情况下 对方的这个蝙蝠已经有一定的克制能力了 你与其去拿一个小强针对对方蝙蝠以及有可能拿出来的这个中单的一个黑鸟 其实可能不如去拿一些你更加符合自己体系的东西出来 这场比赛 老干爹选择拿了一个发条加影魔 还是拿发条加影魔的一个套路 那么回顾一下老干爹在此前的比赛一个成绩吧 老干爹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 是2比0战胜了同服 IG则是2比0战胜了一homek 然后这个在16强 然后这两支队伍现在就遭遇了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他们接下来这个一个比赛 相比之下感觉好像 好像16强的队伍里面对战比较让人就是意外的 我没有给大家做的比赛 我应该是没给大家做那场比赛 是1月1号 那天是元旦那天我去这个父母家了 多宝和VG 多宝这支队伍他们进到了8强 刚才在今天之前的比赛给大家做了 他们是2比0输给了这个VG钩 但是多宝是在元旦那天2比0战胜了VG的 所以多宝这支队伍一直在说他们应该是有实力的这支队伍 这个IG最后一手是搬了一个水仁 果然是把水仁给搬了 其实这张比赛老干爹的这个影魔拿的一搬 影魔这个英雄不是特别搭这个发条和萨尔这两个点 蓝猫应该说是更好的选择 影魔的这个切入怎么都感觉稍嫌笨重 最后一手这个IG也是很懂 直接搬了一个你的水仁 其实水仁这个英雄这场比赛如果拿出来的话 老万爹这个前期打架能力是比较出极的 IG则是拿了一个维萨吉在第四手 维萨吉这个英雄被强化以后 他的登场我觉得应该是登场率应该会提升 他确实比以前强了很多 他的在团战当中的一个输出能力是有一个质变的 就对对方那种酱油 如果你让维萨吉的这两个雍兽攒满了攻击力过来A你一蹲 然后呢A的差不多了 过来坐你一屁股 然后呢在你醒之前再坐你一屁股 然后过一会儿你就发现你就残血了 然后你还得离这两个雍兽远点 因为酱油打不动这一雍兽 你酱油如果跟这两个雍兽硬拼 你很有可能被这两个雍兽直接就弄死了 老干爹最后果然是搬了一个黑鸟 其实这场比赛 老干爹最后一手不应该去搬黑鸟 你拿了小强 这个英雄你就不应该去搬黑鸟 你应该放他的黑鸟 放了黑鸟 然后用小强去针对的一个黑鸟是很好去针对的 你像这场比赛 你拿一个小强 尤其在6级以后 黑鸟只要敢在线上提兵 你引着身过去开一个皮 定住以后直接就杀了 所以很容易就对对方形成击杀 老干爹选择在最后一手拿了一个伐木鸡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老干爹这个阵容拿BKB怎么办啊 这个月齐出一个 这个月齐要是出到BKB的话 老干爹这怎么打呀 五个人唯一一个无视魔免的技能是发条的这个勾 这是唯一的一个无视魔免的技能 但是他这个勾还是一个魔法伤害 他不是一个纯粹伤害 他只能是提供一个悬晕的效果 还没有伤害 其他人没有任何技能能够打BKB 你露大这个点出到BKB怎么办 这在最后一手中路的位置上如果拿一个适合出BKB的人 或者他们甚至可以打一个中单兵符都行 但应该不会 应该还是会把这个单拿一个中单英雄 这样比赛拿个蓝猫也行啊 拿一个蓝猫第一件装备直接出BKB就行了 都不用着急逼血精 直接出一个BKB打一波那种蓝猫就行 而且现在因为有圣坛那个东西 其实蓝猫你打完一波回去吃口圣坛 然后就可以打第二波 然后打完第二波再吃口圣坛就可以打第三波 因为他这个不是经常需要回家去进行补给 蓝猫打一波也比较好打 不打蓝猫的话 女王也行 现在女王也没有被搬 女王这场比赛可以走一个物理流 对吧 出个BKB 或者就出人家也行 但是这场比赛如果出人家的话要打到25级 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时间比较长也不是很虚 时间比较长也不是很虚 因为他女王到了后期 你5MG的输出 打在这个女王身上 我后期有了这个刃甲 加上这个灵龙星 再加上我的25级大招以后 我可以打一波 打一波我看你 我看我的刃甲一结束 我就Blink走 对吧 我Blink走就完了 然后因为反正我Blink的CD也会减少很多 我Blink走 然后再过一会再回来 再开Blink再打一波 打到25级以后 我这个女王可以这么打 然后露娜的25级也很强 甚至于包括25级的维萨级都是一个很变态的一个英雄 那老干爹的这个阵容则是 他们这个阵容拖到25级 老干爹这个阵容拖到25级是真不厉害 这个影魔和伐木姬这两个英雄 尤其是伐木姬 伐木姬这个英雄一旦打到对方大国权斗BKB以后 其实是很乏力的一个英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么这里有观众可能会觉得 我这为什么这个切瓶不用那个顺滑切瓶了 因为这两天用顺滑切瓶用的 我这个头有点晕 这里就用这个普通的切瓶来给大家做 我觉得可能是以后我有点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的话 现在对于就这种3D悬晕啊什么的这个比较严重 不知道是因为岁数大了 还是 还是什么原因 西洋兵的这个女王 一级是直接选择把毒标升出来了 也没有选择留点 整体来说IG的这个阵容要比老根捏这个阵容合理一些 老根捏这个阵容其实最后一手 如果他放一个黑鸟出来的话 如果对方选了这个黑鸟呢 其实是正中下怀的 而且你提前拿出了小强 第三手拿小强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 应该说 小强拿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去针对一个蝙蝠 这个效果其实有限 因为团战的时候蝙蝠可以不开火 上去拉人 就是我可以把再有视野的情况下 我可以先把你的人拉回来 然后再开火 这提前放好这个眼 这里准备要搞事情 没必的这个影魔 感觉是要死了 感觉这个影魔是要走远了 这里一个减速给上 一个减速 两个减速给上 一个一穿二 burning 这里也没有选择硬追 升完光环以后 还是踏实实的去抢一个神符 那这样的话 前期这个神符又是撞了 前期的神符又是撞了 看看家里边这个神符谁去吃 应该还是给月琪 这样月琪连吃两个符 节奏完美 影魔这里出门是反补了15个刀 那么这里15层魂 还可以 这里一个立场 框住了 抄抄S 这一波感觉有点危险 法姆基一级生的是一个死红旋风 小强一个穿刺 插空了 抄抄S 这波可能还真跑了 你别说 他一级是有斜的 这里吃一个圣坛 这里吃一个圣坛 把自己的状态补个七七八八 回来接着打 中路蓝胖子 波波卡这个蓝胖子 这是发挥装蓝胖子最核心的一个价值了 就是硬啊 没有别的优势 就是硬 站在这个地方让你打 我也不打你 我也不惦 我也不惦记住就耗你这些 我就站在那让你打 反正你打不死我 影魔这个英雄尽管说他出门扛了很多的这个 吸收了很多的魂 攻击力很高 但是他这个打蓝胖子身上还是不够疼 这个波波卡蓝胖子确实用的还是六啊 波波卡这个酱油他最近的一个表现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 就是各种英雄都用的比较多 那么英雄其实不是 是不是他英雄不像以前 就基本上有土猫都给打土猫 就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避免了 比赛激阳兵初期的一个对线 补刀现在面对对方这种高攻的影魔确实也没办法 影魔这个英雄前期一旦让他攒出来比较高的攻击力 弹道很舒服 射程也比较适中 然后攻击力又高 这个英雄 而且你要想跟他硬拼他有影压 所以这个英雄前期一旦攻击力高了 你想跟他拼补刀确实不太好拼 但是影魔这个英雄一般在中路也压不住对方 他如果想压住对方的话 他就不能用影压去清兵 你要用影压清兵 那你清完了以后兵线直接进塔 那他就是不打下刀 而且因为影压清兵太快了 所以对方只要这个控制好攻击力和电刀 一般一波兵都能收了 博博卡这波被对方打了半天还没死 下一个圈子还有四秒钟 博博卡这里吃不吃先灵火 应该不吃了吧 浪费了呀 这个先灵火其实没必要吃 而且刚才这个服应该抢了 这个服真的应该抢了 没有必要留着这个服啊 走是不可能走得掉的 对方小强是有蓝的 他跑了那么长时间 足够有时间去点一下对方的这个英雄 看一下对方身上的这个装备 激进的点了一下暂停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这里稍微等一等吧 因为如果这个往后倒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头像 卡住这种情况 还不是有可能是百分之百会出现这种情况 激星这里现在中了一个悬晕 维萨吉这里 诶现在这个特效挺逗的诶 你看你刚点到这个发条线上 他会晃 是不是因为这个悬晕的效果原因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效果的原因 不行等不了了 这个头像定住就定住吧 怎么着吧 ok我们继续游戏 看一下上路这里还在继续追追 这个减速效果已经消失了 这里再给一个C 一个零层超多一个平A 没S 差一下 伤害就差了一下 不过这波打完了以后 这里必须要去吃一个圣盘 把自己的状态补满 然后再回到线上再去打 这样的话两个圣盘就都吃了 下路的这个圣盘也吃掉了 激将冰也是选择去吃了一发圣盘 那么第一件装备 还是选择先去补了一个空灵挂架 而没有直接去出这个 没有直接出瓶子 也没有让鸡去运 所以他现在这个 应该说这种打法 就是激将冰这种打法 还是比较拼 因为他前期攻击力太低 他拼捕刀吃亏吃的太多了 到现在为止 他正补才6个 对方的这个有多15个正补多 Burning这里 没有蓝去放C 蓝刚刚够 但是对方这个兵线上来了 与此同时 这里我们漏了一个人头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路的这个击杀 来看一下另外一路的这个击杀 蝙蝠在这个地方是被维多利亚的小墙过来 战到AI秘拿到一个人头 这个由于跟上路的这个发调式 同时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注意到 Mayby领魔现在的这个反补数 已经是在线上的那个反补 已经是达到了9个 这基辛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看我们继续啊 江兵在这个位置被对方小强盯上了 一个穿刺 穿到了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两炮全中 这个地方Mayby对于这个影压的伤害距离 判断的非常的准 他的第一个就是这个X炮能够把这个伤害压到 是利用了自己对于影魔的这个影压的一个伤害范围 非常非常理解的一个点 这里F过来一下两下直接拍死双倍的一个蓝胖子 这个影魔还不走 影魔还不走 一个影压一个平A 再一个影压一个平A 打的伤害很足 这蓝胖子 选择是靠着自己的一个双倍 想跟Mayby搞点事情 Mayby吃平的还要往前追 想要依靠一个平A加上一个影压把对方杀掉 不过没有给对方机会 这个蓝胖子跑的还是比较坚决 这样的话女王这波拼完了以后 跟蓝胖子两个人都要回家 因为这波拼不过了 影魔这个Mayby的这个影魔啊 确实在中路还是 前期利用这个出门反补的齿轮去提升的攻击力 在线上压制对方的补刀和经济以及等级 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价值在刚才这波 刚才这波击杀就体现的很完善 因为你看这女王到现在为止连5G都没有到 而这个时候的Mayby是早早就到了5G 再加上这场比赛初期的时候 蓝胖子还中路挂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女王的经验也是被分掉了一些 前期谁先倒6 谁就绝对是具有一个优势的 这里递回来 这个天堆要死 看一下蓝胖子赶到战场 Burning也赶过来了 这波XXS要反打 这是一个反打的机会 M1被怼死了 看一下小智 小智这个地方感觉很难跑 一个C伤害好高 再叠4层有 这一个F定住 一个平A 两个平A Burning打到这个人头 下路是打了对方一波0换3 0换3是0换2 这一波 人头说直接来到了一个3比2 明天是这个半决赛 明天是这个半决赛 先看一下这个机星的一个开条 跟对方女王聚员过来 漂亮 这波女王聚员的时间非常的到位 这样的话人头说来到一个4比2 IG现在在前期还是占有了一定的优势 经济方面目前Burning的这个月企 也是保持在全场第一 虽然最近我一直在说 就像这个AME啊 像这个 拒绝者啊 这些人他们的这个一号位的一个补经济能力 都是非常的强 但是呢Burning的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老牌终端 这个F定住开火 月企再给一个C 平A直接A死 看一下月琪的位置 月琪这里是被递回来 身上吃完魔伴以后 被对方抽了一口蓝 没有蓝放大 队友想过来帮忙 但是没有成功 这波影魔的支援 Ivy让到位 成功的击杀到了Burning这个 全场最肥的一个点 那么经济方面 这个影魔瞬间是拉近了 跟这个月琪的一个距离 这一个立场 看到了波波卡的一个蓝胖子 一个穿侧 穿到了 一个平A 跟上去 再给平A 波波卡这个地方是想要利用这个视野 利用这个路线 路线的一个视野 去利用S卡在这个关键的路口 让对方在往前点的时候 产生自动的这个巡路的回头 来导致对方这个无法去追上自己 但是影魔在外面在截他 Burning的这个 他的这个刷钱啊 绝对不输给现在这些小鲜肉的 这个老腊肉 他在刷钱方面的造诣 我觉得 这个还是不用去质疑的 经济方面 这个月其实现在又是利用自己在上路 上路线上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发育环境 那么现在还是保持在全场第一 等级来到了8级 Maybee的等级也是刚刚到8级 这样的话Maybee的一个等级跟月期是差不太多 AME目前是7级 女王的等级只有6级 江兵的这个女王这场比赛 呃 这场比赛应该说是由于特殊的一个环境 特殊环境就是影魔在前期 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 反补齿轮所提高的攻击力的一个加成 这个繁衍反的很到位啊 大Q这一波 所以这个 操作啊 就是这个兑线 这个兑线应该说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兑线的一个实力不同 其实也有特殊的原因在这个里面 女王这里选择是在8分钟的时候 他刚刚买到自己的鞋 经济方面确实有一点崩 但是好在Burning的经济到现在为止保持在也是非常不错 低价装备还是准备去出一个甲鎧架支配 呃支配这个道具 现在真的很多英雄都可以出 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具 就他从一个只有大哥位适合出的一个一个装备变成了一个很多的这种中单位酱油位都可以出的一件装备 看一下IG的这波开悟 那么大Q的维萨吉也是到达六级带着两个庸兽开视野看到了小智 那小智给F F去射程不够 这个G 这个G能不能A死 还差一下 两个庸兽在追 但是好像追不上 这边FMG第一下被晕住 女王一个大招直接打进来 秒 AME这波被秒了以后 维多利亚来到战场 开一个大招 穿刺 选择第一目标是打大Q 大概有两个庸兽坐下来以后 拼死掉了对方的一个 一个发条 月琪开大拼死掉 MAYB 这样的话 女王完成了一波双杀 大杀特杀正在 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的话 一波一换五 维萨吉一个人换掉老干爹五个人 这波团战老干爹接的 你看这个就是 我为什么一开始说 老干爹这个阵容适合去接一个 就为什么这场比赛老干爹适合去搭一个蓝猫和水人这种 就这场比赛你能够看到 当影魔来到战场的时候 他切入战场的方式是用走的 他是走进到战场里面 如果刚才切入战场的 最后切入战场的是一个蓝猫 那么大胳背是一个水人的话 那么这波团战的效果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起码我具备一个去清掉你酱油的一个能力 所以一个大招加立场加齿轮 这波你完全走不出去 在这个地方不停跳舞被这边击杀掉了 很赚 这波杀了以后给了将近五百块钱 但是现在双方的一个整体的经济 在刚才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已经是被拉开到了两千多将近三千 而且现在老干爹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不到老干爹这个阵容 他们在打团战的时候 应该怎么赢这个团 小智在刚才的这波击杀里面 已经是把自己的技能都放光了 这里递回来一个蝙蝠 一个穿刺 一个影压 一个普攻 两个普攻 三个普攻直接怼死 雷多利亚这里赶紧往回撤一下 女王blink回来 反打 AME一个人冲到了前排 赶紧往回撤 被对方给上一发灵魂超度 一个减速 没避过来两个压 把伤害打出来 被对方给上了一个F定住 Burning赶到战场 一个灵魂超度打出伤害了以后 OP OP机枪冰还是死了 这里维萨吉也被对方给带走 Burning这波由于死了以后 来到这个战场的时间稍晚了一点 而且没有大招 所以这波被对方成功地打了一波一换三 这波IG的这个推进 有点莫名其妙 其实 他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这波 他在Burning不在的情况下 选择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里一个雍兽做一下 开始叠油 一个大招拉住 一个C打到MayB身上 这波要强行击扎到对方的一个MayB 双方在中路开始打麻将 双方开始在中路非常坚决的打麻将了 已经 这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一个大哥的一个装备情况 影魔现在第一件装备准备去走一个大引刀 岳琪的支配完了以后准备去出一个魔龙枪 女王则是准备去出一个分成面杀第一件装备 诶 我去激扬兵这个反应速度 这个我觉得也是敢巧了 这应该不是反应速度 这个在小强A到他的同时 他就已经不定会出来了 这样比赛进行到13分钟 双方的这个经济又是拉开到了2000左右 经验方面老根天反超了 AME这场比赛他的装备提升的速度 应该说还可以接受 看一下双对方的这一波进攻的一个路线选择 是直接开悟过来找 下路这还真遇见了 AME这个点 真遇见了 这给人减缩 这AME应该走不掉了 看个人头是谁的 看个人头是谁的 被蝙蝠拿到 这一波对方是TP过来支援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被秒了 维多利亚被秒了 Burning是站在人权当中 所有的伤害都打在了对方发条的一个刃甲上 自己把自己弹成一个空血 这里一个立场加一个大招 定一下对方的女王 把这个女王从家里递回来 但是女王这一波因为递回来的一个位置 没有在大招里边 所以这个女王这一波打完了以后并没有死 这个影魔怎么感觉要死 这个蝙蝠有大的 而且马上有火 大招拉住 往回走 开火被对方递一下 不过由于距离比较短 所以这个拉的效果并没有被取消掉 成功的杀掉了对方的一个没臂 这两个酱油 在两个酱油过来救的情况下 这个没臂还是死了 这样比赛到了14分半的情况下 这个影魔居然还没有拿到自己的引刀 西洋兵的女王现在的经济 虽然说也很残吧 14分钟4000多经济 这个女王的经济真的也算是比较残 她其实装备上 上面并没有选择去出这个刃甲 而选择出了分成面纱 但是只不过就是前期兑现 她的这个劣势太明显了 你看她补刀现在只排在第4 她只补了43刀 14分钟的一个中弹英雄 只有40多刀的一个入杖 这里Burning这个位置应该是感觉要死 对方来的人也是比较多 看一下Burning这能不能逃得掉 能不能逃得掉 被递回来 立场给上一个狂 队友利用TP来到圣坛去救 Burning这个位置肯定还是要死 吃魔伴已经吃过了 没有了 但是西洋兵赶到战场以后 这个时间非常不错 已经杀掉了对方的一个萨尔 又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Tinker 维多利亚这个位置 躲了一下对方的瓶子很漂亮 不过还是被对方大Q的一个灵魂超度带走 这样的话这波团战是变成了Burning的一波一换三 一个大哥换了对方三个酱油 还可以 毕竟现在Burning的一个经济保持还是不错 Maybling模式刚刚拿到自己的引刀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他拿到引刀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装备 另外就是他现在需要去攒魂 他这几次死对于他别的影响不大 他这个需要重新去攒魂 然后再去再去赶到战场上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这波应该是要开悟 这个战位置应该是要开悟 下一波上拿要70秒 不开吗 这波居然没有选择开悟 Burning这个露娜 这个支配放在 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 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 把支配拿出来啊 这在干嘛 这应该是忘了 我估计这应该是忘了 没想起来这个事儿 还没反应过来 还没反应过来 他没感到感觉不到自己在掉血吗 反应过来了 终于觉得自己这个掉血掉的有点不对劲 把这个支配拿出来了 从这个操作来说的话 还是能看出来这个老年人 这个老年人的反应速度 这波女王过来以后 也是没有开悟的一个打算 我们来看看双方现在的一个装备情况 酱油的一个装备情况 DarkQ山上是真假眼 小智山上是一组假眼 那么双方现在好像都没有误 这个开团现在变成了一个 只能去钢成面的一个节奏 DarkQ的这个维萨吉 第一件装备选择走的还是一个秘法没啃 维萨吉现在对于A帐的需求 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现在维萨吉的这个刷钱还是比较成问题 现在这个拥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他在维萨吉身边的时候 是可以享受到维萨吉的这个 就是这个灵位斗篷 就是他这个三技能被动的这个加成的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拥兽在维萨吉身边的时候 他是很硬的 很不容易打死他 露娜的下一段装备 准备先出大推推 而没有选择直接去做BKB 其实这样比赛露娜直接做一个BKB 跟对面刚正面就行了 maybe是可以用这段时间 把自己的经济拼命的再往回拉 已经快赶上对面这个露娜了 看这波开窝 这应该是刚刚有刚刚好的一个窝 应该是CD刚刚赚好的一个窝 这波拉住了 拉住了一个小墙 给上一个冰箱面纱直接秒 可以打盾 其实这波可以打盾 他们这个阵容打盾很快 可以打盾 带着这个狼 有这个女王的一个平A输出 女王这个选择是加了20%攻击力 所以现在女王的这个平A输出 是挺高的 在有狼有月琪的情况下 这个输出绝对是够打盾的 而且对方的这个阵容 如果要应接这个Rosha团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月琪的一个大招 直接给团灭的 不过月琪这个大招 现在比较弹童 就是看起发条就比较弹童 发条就开了刃甲以后 月琪很容易把自己给打死 大推推已经拿在手上了 来抢一波对面家里的这个远古野 那么现在双方都是二塔 一个都没有掉 各自的都还有一个烈士路的一塔 所以现在对于场面上的一个支援速度来说 还是都比较快 而且Rosha的这个地方 因为是两个圣坛距离差不多 所以现在这个Rosha 他们可能没有去打这个Rosha 可能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女王也是准备去出刃甲 那么这个刃甲出的虽然说比较早 但是由于对方的这个阵容 没有人去做BKB 就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做到BKB这个装备 他这个刃甲做出来以后 可以反弹一定的伤害 他加上他现在却太穷 补大件的话 需要太长时间 他补不出来 有可能 老干爹的一波反开悟 我看一下这波开悟 找的这个人 女王破雾了 而且蓝胖子在身边 大招直接扑出来 这里给上了一个齿轮 然后月奇赶到战场 等一下对方的这个技能 没有等 直接开出来大招 自己被弹掉了半管血 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 还是死了 最后是被对方影魔的这个 临死以后的爆炸 这下打死了 AME这波由于团战不在 所以团战是对打成了一波二换四 老干爹的这个战术 如果你打4-1的话 就如果打4-1 保AME的话 我觉得最好不要让AME去打 法姆姬这种英雄 法姆姬这个英雄 在这种局 前期是很需要他的输出的 你法姆姬一直不在 一直不在自己的队友身边去帮着打架 你法姆姬带线 关键法姆姬这个英雄带线 他有一个弊端 是他拆不了塔 你拿他去带线可以 但你要能拆塔才行 小智智雷也是很机智的 就反掉了对方的这个眼 这里 看看小强开弹出来去找这个蝙蝠 开皮定一手 这蝙蝠选择原地炸了一下以后 直接一个跳刀跳走 那这场比赛打到21分钟的以后呢 其实不知不觉也37个人头了 这场比赛的这个节奏 打的相对来说比较慢 就是每一波团战之间的这个间隔时间比较长 但是每一波团战都会死很多人 很少出现那种交了半天技能死不了人的这种情况 双方的技能的伤害都比较高 Bernie现在的经济跟对方没逼的这个影哗差不太多 你看现在这场比赛就是你如果打四保一去保这个AME的话 你真心的给他拿一些这种比较适合去刷的英雄 而且他在参团了以后能有一个决定性的输出 就是我刷起来以后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输出能力 反正这种英雄他在刷出装备来以后 团战的时候这个输出打的还是慢 而且这个英雄这场比赛在这个IG这个阵容如此之多魔法伤害的情况下 AME他第一件出的是一个挑战头巾 你让他刷出来一个雪晶石刷出来一个笛子直接跟团就行了 老干爹反正选择先过来打盾 这个偷盾 风险很大其实 其实这波偷盾的风险很大 他们这种打盾的速度很慢很慢 但是IG这波似乎是没有意识到 那这样的话老干爹可以把这个盾拿掉了 时间已经不够了再赶过来 蝙蝠是这个TB回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这样的话没必带盾 没必带盾以后 现在对于老干爹来说的这个节奏 还是有一点点往回打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现在影魔装备很肥 引刀加上BKB 装备做的也是比较扎实 越骑现在的装备距离自己的BKB还差300多块 买这个明锤 八条目前是一个推推假腿 推推加上一个刃甲 骑身上是一个魔龙枪 那么这里没别的带着一个魔龙枪 平A的输出还是比较高 前两级的这个天赋选择的也是加的 他选择加了175生命值 完全放弃掉了这个6%技能伤害 那这样的话 这个影魔应该是走一个储物里的路线 因为他也知道 就老妹币的这个出装和他的这个天赋选择 应该说还是比较有比较有远见 因为这场比赛 他很明确自己这个队伍里面 拿对方的BKB没办法 所以他自己必须要把这个平A的伤害打足 看一下这波团 撒粉 看到了AME 给上一个减速 月奇在往后赶 边不是一个跳拉 拉住 身上的推推没有开 没有推推 月奇这个地方开启BKB 开启大招 刚一波正面 维多利亚这里也被怼死 正面战场的另外一侧 V在后排想要去收人 但没有成功 被对方一个C留住 再给一个F BKB还在 身上还有一个盾 但这波感觉要白给了呀 他没有TP 正面战场这里小只 也被对方一个灵魂超度 直接带走 Maybe这里站起来以后 应该是不会开自己的BKB了 因为没用 你开这个BKB 这波Maybe 怎么说 这波Maybe应该说 虽然说是死了 但是还是比较冷静 他没有去开自己的BKB 一般这种情况下 肯定会开了 就一般情况下 咱们的反应肯定都是开BKB 但是他在第一条命的时候没有开 第二条命的时候呢 一看肯定也死了 开BKB也没有用 他有TP的话还好一点 有TP的话 对方这个蝙蝠的自拉已经用过了 所以他应该是可以回去 回到家里 但是他这波回不去 要省一个BKB的一个时间 这边撒一个粉 一个炸炸回来以后 小只得给上一个立场 但是被对方还是强行给击杀掉 Bernian这波没有BKB 没有BKB 感觉是要死的样子 一个用灶做一下 对方开启了一个刃甲 不是你还没有死 自己装备比较好 等级比较高 硬是扛下来的 对方这波输出 再往前追 这个八条身上 所有的技能都用光了 直接被蝙蝠直接烧死 那这样的话 怎么感觉突然间 就一路高地了 突然感觉就要一路高地的一个节奏 这时候B买活吗 影魔现在已经活了 法恩基还在 上高地难度还是偏大了一点 而且他们现在没有技能 没有盾 所有的人都没有大 但是现在露奈身边带了一只狼 有家的光环 有诗曲 给上一个C Bernian这里一个C 定价AMB也没有让他把这个拉出来 但是自己被对方给递回去了 开BKB吗 开BKB往回走 对方这个时候是要往外追 往外追 直接选择是开了一个皮 定了一下对方的这个蓝胖子 还要往前追 不追了 与此同时 激将冰的这个女王 选择是在上路去补自己的境界 目前也是补到了一万的一个境界 因为其实这波打完了以后 来到了一万五千五的一个境界 影魔是一万四 刚刚拿到自己的大引刀 还要继续刷 伐木机现在刷到了一万一 做出了自己的一个笛子 但问题是这个正面团 接了几次 老干爹这个正面团 接的都不好 感觉这段时间的老干爹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不如一个月之前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 一穿三的那个表现 前两天 DPR的那个决赛阶段 表现的一个一穿三 应该说还是打出来了一些效果 但是这几场比赛看下来 就是后来这几场比赛看下来 感觉老干爹的这个节奏点 现在还是有一点乱 就是感觉又回到了这个 AME刚刚加盟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这个又乱起来了 而且AME这个点不肥 AME只要不是 他只要不是全场第一的经济 所以老干爹赢的可能性就不高 老干爹赢的可能性就不高 可以说很寒酸 就是在30分钟左右的时候 他这个装备真的可以说 是比较寒酸的一个装备 因为伐木鸡应该是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大哥位来讲的话 英雄应该是在20分钟出头的时候 拿到1万1 1万2的经济 在现在这个版本 如果你打的比较顺的话 你应该是在20分钟就可以拿到1万2的经济 虽然说这个有点苛刻这个条件 但是并不是办不到 但是反过来看这场比赛 现在已经打到了将近30分钟 他的经济才刚刚打到这个数字 这个比赛再往后打的话 对于老干爹来说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而且主要都是这个压力主要都是在 AME这个点上 他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刚正面也刚不住 下一波团战 Luna马上就要拿出自己的一个BKB了 这里一个穿刺 诶 这一波感觉要出事 XXS吸收了对方很多的输出 这波可以打 这波可以打 大招只打中两个人 伤害打的不是很足 maybe这一个开启BKB以后 强行拼掉对方蓝胖子 AME还在往前顶 其实你看如果他们早一点开团战 就是AME早一点开团 他这样去打 在他身上有一个笛子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可以这样去打了 不是笛子 有一个那个挑战头筋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这么打了 他在前排只要把对方的这个 这个阵型刚住了 后排让影魔去输出 影魔这种纯物理流输出的话 他的输出是比较容易打出来的 这波团战死了一个蝙蝠 死了一个蓝胖子 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元气 露娜的这个装备更新 还是在保持的 大件装备 马上能够把自己的蝴蝶拿到手边 大推推加上BKB加上一个蝴蝶 没有选择去做分身斧这场比赛 也是应该考虑要提速 因为他把蝴蝶做出来以后 应该就可以直接站在对方 那是高地上面去A1了 有BKB的情况下 对方伐木机的输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他自己只要开BKB 开大冲进人群里面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收割的一个节奏 这里蝴蝶已经买出来了 这个比赛如果说IG赢了的话 这个就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IG要是赢了的话 明天就是变成了IG打HV了 然后另外半场呢是CDC打VG狗 CDC打VG狗我个人感觉还是VG狗的一个赢的可能性比较大 虽然说他们这支队友是刚刚组建在一起 但是这几个老油条在一起 他们发生化学反应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技术好吧 而且他们更愿意主动去配合队伍的节奏 这个就是年轻队员和这个老队员的一个区别 老队员他去按说老队员适应 哎小智这也被破过BKB拉出来 直接把对方小智给秒掉吗 女王一个大招打中了两个人 伤害打的还不错 AME最关键的是要被秒 AME站不住 AME这波硬生生是被Burning直接给点死了 这里一个推推 再给人一个足标 还要往上追吗 这应该这个硬要往上追吗 推一下一个F定着 已经追到高地上了 女王这里开启刃甲 跟对方硬钢一波 结果对方一个开着刃甲 一个开着皮 女王这里赶紧Link回来 回来以后 发木机选择买活 波波卡的蓝胖子这波被怼死了 但是正面战场你真的 哎你真的要跟对方这个Burning怼吗 Burning这些选择是开启了一个蝴蝶 赶紧往回跑 那么留了一个大Q的VSG 在后排去吸引一下对方的火力 和狙杀的一个注意力 那么这样Maybee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波发木机的一个买活 是守住了这路高地 帮助影魔拿到一波双杀 但是自己的经济崩了 你看发木机现在他这时候出装就是很尴尬 他出这个BKB以后再加上一个烟斗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没有防物理的能力 你只能依靠攒起来的皮 但前提是你得能攒起来 前提是你得能攒起来 这里女王已经达到了21级 天赋方面选的都是12%cd 20公和200生命值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这种刃甲的一个女王路线 下一件装备应该就是去做一个零工心 呃 越骑的装备走的也是一个纯物理的一个路线 嗯 大推推 下一件装备目前还没有看 但是应该会考虑 按照Burning的习惯 我估计他会考虑去出撒弹 鼓蝙蝠BKB直接冲进来 拉住了Maybee 萨尔的一个大招加立场 位置很不错 但对方的主力全都开启了BKB AME的巴木机一个人顶在前排 开启BKB 还在钢 还在钢 但此时Maybee已经死了 AME这里虽然是创造了很多的 顶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自己后排的这个伤害还是没有顶住 主要是Maybee这个 他在团战当中 他站不住 对方越骑在这种位置的团战 所有的阅刃都会弹到英雄身上 他的这个输出你是挡不住的 你看这波越骑连大招都没开 他大招都没开 他是没有CD的 他平AA出来了3950的伤害 他就会放过一个月光 他平AA打了4000 就这种位置的团战 你让他这个越骑带着一只头狼 这么去打这个团战 然后再加上一只挂着视觉树 你这个是挡不住的 这个露娜 你想想他平AA出来4000多的伤害 这里是多可怕这件事 这样的话直接是把对方的这个中路高低高破 现在Bernie身上5000多块钱 按照他的出装习惯 应该是会选择去出这个撒弹 因为出完撒弹以后 他可以更踏实的去站在这个正面 去跟对方对刚 这越骑直接选择去拆对方的这个下路 那么这样的话两路高破 而且对方的影波还没有复活 AME刚才是买活过一波了 Bernie这波站在对方的高地上面 有大有BKB 这个就站在你的高地上面 就跟你接这波正面团 你打不过我了已经 有个地回来 能不能来得及开启BKB 先不着急 先交一条命 等下一波 我复活女王和一个大招打出来两波 这个蝙蝠拉 把Bernie拉住了 把这个MAYB拉住了 我这边胡说八道了 MAYB拉住没有放出大招了 Bernie这波站起来以后 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超高的平A输出 开启BKB 直接把对方给A的生活不能自己了 这样的话 MAYB也是打出了之间 那么AME在最后 在外面被波波卡一个F直接收掉 那么比赛也是落下了帷幕 40比17 35分30秒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应该说 还是体战出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我个人感觉是老干爹在BP方面 从第三手的英雄 从第三手的英雄 也就是小强那个时候 从小强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问题 应该是BP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挣扎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我赶紧赶紧继续 第二场比赛看来也结束了 我赶紧给大家去做第二场的比赛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我 那么我稍事休息一下 然后赶紧给大家把第二场的比赛 带给大家 我是三老大叔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